关于 Proton S70 呢 它现在是当之无愧的网红车啦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它 那么这辆车其实我自己也拍了好多次 所以如果我在拍的话 你们听我讲应该都听到腻谣 不用紧 今天我们的节目 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 让他来分享一下他对这个 Proton S70 的看法 来让我们请我们的小姐姐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 Kami 来自 SC Care Racing 谢谢 Ivan 今天邀请我来这个节目 首先我们来先问一下一些基本的问题 可以 对你来讲 你对一个车子 你会有怎样的需求 我对车子的要求 最基本的就是要对女生很 Flammy 嘛 然后外观方面也是需要吸引摩线 所以在配备方面 还有动力方面也是需要跟它的质感 所以你讲那一个对女生 Flammy 是不是讲 你要有什么 Camera 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其实女生最想要的就是 有什么360 Camera 啊 Parking 方便嘛 然后还有一些开那个镜子会有灯啊 之类啊这样子啊 化妆啊那些啊 然后跟放水杯的地方啊 全部啊会不会让我很顺手去放这样子 这样子你对车子的动力 动力也是有要求 因为我本身都是有玩机车 所以我本身会对 Speed 会有一点的要求 追风少年啊 对对对我是追求风和自由的 哈哈哈 ok 啦这样子 我接下来想问就是 你买车你会特别去选颜色吗 还是你觉得简单的颜色就好 因为像这辆车它有五个颜色可以选 这个 Navy Blue 然后一个绿色 那个绿色是比较偏那种玉翡翠的颜色 然后 Space Gray 带一点紫色的灰色 然后银色跟白色 给你你会选哪个颜色 如果你给我选择的话 我会喜欢亮色 就是那个白色跟那个绿色 这两个 第一白色跟绿色会看起来比较大量一点 然后它也比较年轻化 适合我们这种女生去嫁啦 那我不喜欢深色的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因为如果你是绿色的话 你稍微挂到一点的话 你的那个痕迹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绿色 就是一挂它就看得到 再加上绿色 比如说这个蓝色的话 会看起来有点成熟性 并不是很适合我这种 小女生去嫁易得了 而且还有一个点 你看这种绿色 你稍微有一点肮脏 它就很明显 它就非常的明显 虽然白色也是很难照顾啦 但是如果我真的喜欢白色的话 我会宁愿每天在那边查查 我是OK的 你讲你会选白色就证明了 你不是一个懒惰洗车的人 不是 我不是 我是每天洗的 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这辆车的外观设计 会适合女生开吗 我觉得很适合 就个人观点 我觉得我是OK 因为我觉得它整个外观的设计 是很简约 很简约 就你一眼就看起来是很明显的 就车头车头露这样子咯 我不是很喜欢太多 于设计感的方面 太多什么科技感 这类的样子 有点复杂 我不是很喜欢 of course 那些也是很好看 但是我会喜欢简约一点 刚才你有讲到吗 你对你这个内装的配备 然后你对这一个质感很重要 这样子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内装补补补补你的需求啦 可以 OK 走 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行车记录仪 在这边推荐你这个70MIC 刚刚推出的S500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后视镜 可以直接安装在你的后视镜上面 让它融为一体 而且它还支援触控功能 可以直接在这个镜子这里 进行一些基本功能的调整 另外呢它配备了Sony的传感器 而且光圈最大达到了1.8 就算是落光的情况下 也可以记录清晰的影片 重点是呢 它的广角也达到了138度 路上发生的情况 都可以记录的清清楚楚 另外呢 这个行车记录迷呢 不管是前面镜头还是后面镜头 都支援HDR 重要的是 使用这个手机的APP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 记录的影片呢 传到你的手机内更方便 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Auto2U 多卖呢 购买这个70mine的产品 只需要输入我们的优惠嘛 那么你就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 买到它 还真什么 心动不如行动吧 OK 来 小姐姐 这个内装设计 第一印象你觉得怎样 第一印象我觉得很class 简约 尤其是这个中控 这个中间 这个梯子的中间 对 这个梯子它很solid 然后包括这些啊 全部那个AQON地方也是很solid 因为你刚才有讲到 你很在意质感啊 对 像这样的车质感你满意没有 我觉得10分我会给8分 10分你会给它8分 7-8分啦 一样啦 7-8分 因为你看哦 它这边真的是软的 对 它这边是软的 然后它有这些雕花之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class的感觉 然后你有发现吗 它的Ladder 软呢 对 很软超软 对 刚才我一坐上来 就有发现它的那个Ladder 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然后你觉得这个椅子 对你来讲好做吗 对我的身高15.8分的人来讲是很刚刚好 刚刚好 刚刚好 然后包括这边全部这个包扶性 这个叫包扶性对吧 对这个摇靠的包扶性 包扶性是刚刚好 这样子呢 如果是讲驾驶座椅来讲你喜欢吗 可以 而且它有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它可以电子调整高度 对 POWER SEAT 嗯 你也可以调高一点驾车 对 不会这样辛苦 对这个爱人来讲对需要的 这个是很需要的 然后 你觉得有什么缺点吗 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化妆镜不够大 对这个是我要投诉的 为什么它对女生不friendly 为什么它这里没有一个灯 我要化妆 这里没有 对 这里也没有 没有灯可以化妆看不到 这里也没有 如果是你晚上的话就真的是看没有 对 然后不过还可以啦 因为它个边有一个灯啦 是还可以接受啦 这个灯也是蛮soft的 不讲太亮 你讲到有个重点就是这个灯 很多车都有这个灯 但是它会有一个比较soft的感觉 它就不会叨到你的视野 对它不会直接太刺眼 然后苹果等你自拍 会叨到你的脸很漂亮 对这个是很重要 对这个非常重要对女生来讲 然后它这个Stairling全部 overall是很solid 然后你该有讲到吗 就是你很在意这个CAMERA 是不是 这样子我开它的CAMERA给你看一下啊 可以可以 这个CAMERA的清晰度你觉得可以吗 清晰度可以耶 对比一些车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后还有一个点 是你看到它这边有四个CAMERA的LOGO 是不是 你按的话它会变的 然后如果是讲单纯 你要Reverse Cam的话 它也是可以变Reverse Cam 你要看前面也是可以 就有时候讲你 parking你的车头进去的时候 可能你怕撞到前面嘛 是不是 嗯 你就按前面 啊就可以车里面看到 对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的parking skill 没有很好 我是很需要这个来帮我 看parking的那个距离有多长 对还有后面parking也是一样 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对很多女生来讲也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真的怕我会撞到还是什么 嗯 这样子我再问你个问题啊 你平常出门里会带那种包包吗 肯定会 可能 你的包包会大吗 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很多种类 OK 女生就是很多包包啊 对对对 这样子 你有发现它这边有个空格吗 有有 你觉得塞进你的包包吗 小包可以 小包可以 小包完全可以 放进来这边 然后真的它这边还有这个 嗯 chassim 这个ok啦 就正常啊 很多车也是有 然后它这边还可以放多一个电话 就是讲你有载人的时候 完美 你载你的男朋友出门 你就可以给他放电话 放电话这边 对很方便 然后这边还可以放我一些 可能化妆品 对 我要化妆品 对 化妆品很重要 对我的一些 Mascara 什么资料啊 啊 那些什么BB cream啊 这边拿出来就画画画画画 放回去这边 这个有 又可以顶着我在转corner 还是什么的时候 它不会摔走 是是是 它有一个比较高起来的 对对对 它会顶着我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charging port嘛 嗯 所以也是可以放我其他东西啊 这是连接它的主机的 哦是主机的 下面那个 它也可以充电啦 但是充电的话下面这个会比较快 因为下面这个是Type-C 嗯 OK 可以 所以这个内装你有过啦 可以 这样子你平常 如果你开车的话 你会载人吗 会 都有载人 会多吗 还是你载一个 加人啊 嗯 但是你对你的后座 应该是蛮在意是不是 后座的空间 后座的空间会有在意的 因为载人蛮多的 嗯 所以叫我们去看下后座先 可以啊 走 嗯 走 首先我不要想问你的是 为什么你会有载人的需求呢 你买车回来就会有载人的需求的吗 通常不是你的家人载你 是你载你家人吗 不好意思 是我载我家人 跟我载我男朋友 嗯 如果我男朋友的话 嗯 如果你的男朋友的话 这个是Q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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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子的话 像我说后座空间 表现你满意没有 嗯 可以 因为我每次 我每次 我跟人家讲后座空间的时候 人家就会讲我 诶你这样高哪里公平 嗯 如果是我的这样子的高度的话 我看很多女生也是一样的 就160cm 啦 因为我搬160cm 这样子的话 是没有什么影响啦 不过男生会比较偏高一点的话 我这样子看你的高度 我剩下三个指头外了咯 对你来说确实是有点 不过它前面 还有一点空间 脚步空间问题不大 脚步空间问题不大 你还可以坐前一点啦 不过确实我觉得后面是有一点点小 对有点小 有点小 然后它 这个东西 有好有坏啦 你坏的话就是 这个位置肯定是坐得不是很舒服 比较硬咯 嗯 不舒服 然后你放下人 如果是好处的话就是 可以放手 肯定是你可以放手啊 像老板这样 这样子啦 所以我就讲说 这辆车看起来是有点 蛮偏向内饰商务车的感觉 嗯 就载老板了啦 啊载老板了 载同事啊这样子啦 可是讲真的哦 你是驾车的那个嘛 嗯 这样你离他们后面坐不坐 舒不舒服 我要 替他们想他们的感受嘛 那极好极贴心 对啊 不过我有点要纠正你 不是全部女生都是158 160 我姐姐170 不然还是可能我矮一点 开玩笑开玩笑 sorry咯 那只没有办法我对我的身高 OK这样你体验完了这辆车的外观啊 勒装这样子啊 有没有兴趣要试驾这样 肯定是可以啊 这样走咯 等你问了吗 OK 走吧 OK 现在再讲回你刚才提到的点 就是你觉得车子的动力很重要 这样子你觉得这辆车给你的话OK吗 够啦 够啦 就是够的 你平常你是住哪里 我就不住那边 然后你的公司在下 这边是你公司小阿兰哈 对对 OK 所以其实这个路程 讲长不讲短不短 不会很长 20km左右 这样子这20km左右 这样子的动力 对于你来讲 OK吗 是足够啦 是足够的 你对于油耗你会在意吗 其实也蛮在意的 也是也蛮在意的 其实也蛮 不好意思 它有点吃油是不是 我觉得还好 因为其实这辆车我开了很多次 我之前开到去槟城去 然后少那样子的话 槟城我们从 因为它有Proton的HK在槟城 OK 我们从槟城开车到槟城 我们三个人 就有别的media 像杰登也在车上 然后大家驾车都是脚不会太轻 都是会去拉爬一下 我们去槟城才半缸油 它的Foot tank多少 它Foot tank官方是写 它是50L OK 但是实际上 你打油应该是打 大概是42-43L左右啦 这样OK啊 它可以蛮省油 是 它倒冰成300多KM 对 它是没有到很湿 但它也是 也不算很省油 就中规中矩啦 中规中规 对对对对 你比如100千的车 这样子的配备 行不然的话啦 然后车又不讲很吃油的话啦 我会consider这一台 你会consider这一台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 是很多观众很在意 我不懂你在不在意 你在意三缸Engine嘛 你会觉得它会整吗 它是抖动吗 抖动 对 会疼抖没 不会吧 我现在驾驶是觉得还OK 它只是 会有一点点森林吧 还是你要讲 因为你平常骑重机 那个重机都是一个缸两个缸 你已经不在意中心了 所以我习惯那个照应了是不是 然后它抖动也是很 抖动也是很厉害一下的 所以我是习惯了的 不过我讲老实话啦 等一下等一下就讲 我帮Protron CD 其实这辆车 它们在震动的部分 它们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啦 OK 其实它真的不像三缸 你看你停着啊 你摸它的Dashboard 或者你摸它的Steering OK 还好 都不是很震动是不是 不会很震动 所以这一点是它的优势啦 可能有些人说它是新车啦 可是其实你去看X50 因为它跟X50同个Engine嘛 X50是2020年出的车 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其实也很少人诉论它会震 OK啦 因为它没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它不会震到很夸张 我觉得是so far 对我的驾驶体验是还好 我不会买愿啦 这样子你平常驾驶是四驱多 还是跑Highway多 如果当我要驾到车的时候 我觉得是Highway多 Highway多啦 这样我想这辆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嗯 因为动力它不会差 然后油耗也不会太吃油 其他东西我也满意的 你看你现在转弯它 这个镜头就会自动启动 就是我看着 它可以自动启动嘛 对不对 好用哦 嗯 方便女生 很方便我们 讲真的 讲真的 我们女生是Ganan Caput的嘛 没有每个人啊 我啦 因为给我自己 我是喜欢它的Styling的Tuning 很轻 很Smooth欸 因为你在City Drive的时候 有时候路很小嘛 你要转路太重的话 你又觉得它不灵活 对对对 太轻的话又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OK刚刚好 你看它很OK的 是 我两个手指 慢慢加就OK 可以危险啦 OK的 OK的 嗯 所以就是 我觉得它有 符合到很多马来西亚人的需求 对 危险的路况 我要Highway可以 我要City可以 嗯 嗯 路况都可以 嗯 可以接受的程度 嗯 这辆车是OK啦 我觉得不会很大的埋怨啦 In the end 来说全部 对女生也很Blending 中等啦 还好啦 就是中等 就是你可以Accept的啦 你可以Accept的范围嘛 因为第一 我也是会看价钱 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价钱是比较100千 我可以Consider 这辆 OK 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家里有没有买过Proton 有 最后一辆买的Proton是什么 最后一辆是Proton Exora Exora 所以Exora跟这辆车的对比的话 有没有看法 你不能拿来对比 嗯 因为是完全不异样的东西 这辆完全是已经upgrade到很好了的 很modern 很new 很modern了的 然后就款那个Exora 你基本上不能拿来对比啦 它里面的质感啊 全部啊 很不良啊 quality啊 所以其实就是对你来讲 打破啊 你对Proton的印象 会打破 可是从一打破的时候 应该是算是X50 X70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一台也是会打破 因为这个算是Proton upgrade了过后的 6 segment的车 所以也是会有改观一下 对对对对对 这样关于这辆车你觉得有什么 你满意的点 跟不满意的点 满意的点 对于我来讲的话 它有那个360 Camelon 是很方便女神驾驶的 然后第二就是它那个中控台那边 它的储物全部也是很方便 过后它的那个质感 质感我觉得很ok很满意 嗯 所以这三个融合起来的话 会让我会consider去买这一台车 嗯 那么如果是不满意的话 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满意啦 就是你觉得都可以符合到你的需求啦 都可以符合到我的需求 我很喜欢 蛮喜欢的 ok 这样你给它评价很高一下 蛮高的 我觉得是ok 虽然我对Proton 也是换了一个想法了 没有像以前那种Vira啊 也就是那种Extra的想法 那种没有了 明白了 推不推荐人家买这辆车 推荐 推荐 因为我叫它是ok的 即使它的动力 不是我讲的 没有广告性存在 即使它的那个 驾驶体验感 很smood 动力 全部是很适合 女生也很适合 嗯 OK 好啦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影片内容啦 在影片的最后 要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还有follow小姐姐的Instagram啦 OK 这样子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follow下我们啦 holm下 嗯 by bwd6